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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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滿滿 最近我不是在搬家嗎 然後在大早出的時候 整理出了一堆我用完的空瓶 給你們看看 有化妝品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用品 還有一些吃的 剛好在清理之前 給大家錄一個空瓶劑 因為我覺得 比起就是我之前錄的一些 好物分享啦 或者是什麼推薦之類的 空瓶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畢竟是我實實在在 把它們都給用完了 好了 大家跟隨我的腳步 開始這一次的空瓶分享吧 因為這次空瓶的東西比較多嘛 所以呢 我就做了一個分類 讓大家呢 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 而且呢 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做一個對比 那我們就先來說一下精華吧 第一個 隔壁開始在裝修 每個錄視頻的博主 都有一個裝修的鄰居 好 那我就先從精華開始說起 第一個精華呢 就是這一個 滋生糖的紅腰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幾乎是沒有了 雖然還是一點點 但是那已經擠不出來了 像這一個的話 大家都非常熟悉 因為我是那種做膝 非常不規律的嘛 所以經常的長痘啊 過敏 然後我就會用它來維穩修復 其實像它的話是用兩個功效 第一個呢 就是當作精華來使用 可以在換季 皮膚非常不好的時候用它 第二個功效呢 就是可以把它當作 精體液 像它的話 就可以很好的幫助後續的 護膚品吸收 我覺得這個效果呢 還是非常不錯的 我基本上呢都是用衣 臀衣 還有我一直拿來修復 壁口 然後暗沉的這個 綠寶瓶 它其實的話 是我一個多月之前 在日本臉書店買的 然後到現在呢 已經用完了 你們可以看到 裡面一點都沒剩 像我以前的話 臉是屬於那種比較乾燥 然後非常暗沉的嘛 我就每天白天的時候 都會用它 我覺得用完它之後 我的臉像 筑起了一道屏障 就是我粉絲啊 壁口這些問題 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而且呢我是查過它的成分 它的成分對於敏感肌 還是挺友好的 也不會說去制鬥 因為最害怕的 其實就是盲目跟風買護膚品 然後最後導致了滿臉的痘痘 但是這一瓶的話就沒有 是我一直會回購的一款精華了 接下來的這一個精華呢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牌子 就是這一個 Etho的精華 其實像他們家的話 那一個抗氧化的精華 會非常的火 但我覺得那一款的話 功能就比較的單一 就是只有一個抗氧化 所以呢我買的是這個 成癮精華 它的話是具美白去壁口 保濕為一體的一個精華 它的作用最大的呢 就是 你用完它之後 你會發現自己的皮膚變光滑了很多 而且也不太容易長痘痘和過敏 但皮膚進入一個穩定的狀態之後呢 它就是起到一個保持的作用 所以我呢還是挺喜歡這個精華的 用起來呢也是屬於那種比較安心的 最後一瓶精華呢 就是這一個精華 像夏天出門之後 臉上的一些曬斑 或者是黑色素沉澱 都可以很好的有效控制 我本來像這些地方呢 都是有一點點膚色不均的 但是用完一陣子的時間之後呢 的確有了一些改善 算是很適合夏天 或者是太陽比較大的時候 用的一款精華了 像夏天皮膚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個精華 這瓶呢也不用給用完了 我發現精華真的是一個消耗品 真的用的非常的快 但是我們護膚最重要的呢 就是精華了 像這一瓶精華的話 我相信我這個夏天呢 還是會去再買一瓶的 像夏日皮膚比較問題大的寶寶們 我就很推薦這一款 還有兩個空瓶的爽膚水 一個呢是這一個均菇水 然後還有一個呢就是這一個 HBN的發光水 這一個均菇水呢相信我不用多說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像它的話是我大學用到現在 一直在用的一個均菇水 它簡直就是我的抗糖法寶 其實像糖粉你攝入太多的話 不僅會讓你變得肥胖 重點是還會讓你的臉色變得非常的暗沉發黃 但是非常不巧的呢 我就是一個天使愛好者 然後這個菌菇水呢是我早晚都會用的一個霜膚水 這款菌菇水呢它還有一個很好的消炎作用 我每次臉上快要有那種粉刺啊 或者是閉口的時候我就會拿它來濕敷 所以它用的呢也會比較的快一些 但是第二天起來你會發現 你臉上馬上就要冒出的痘痘還要粉刺 立馬就消了下去 所以這一款菌菇水呢 是我一直在回購的一款爽膚水了 這一瓶發光水 顧名思義它就是想要你的臉像發光一樣 它裡面的話就是有很多可以阻擋黑色素生成的成分 不僅如此 它在去閉口的這一方面也是非常的出色 而且它也是非常的控油 我基本上一整個夏天也會經常的用到它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一整大瓶都被我給用完了 現在呢就是空空如也 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控制你臉上出油 像我白天的話我就會用這一個 然後晚上的話就會用這一個菌菇水濕敷 如果是臉上容易長閉口啊 或者是出油的寶寶 我還是真的非常推薦這一個的 這款面霜呢也是我最近的一個空瓶之一 我其實推薦過它好多遍了 它的話是我用來緩解肌膚的一款面霜 因為我的皮膚呢是屬於那種好壞好壞 開始壞壞壞壞壞壞壞又好的那種 就非常的不穩定 但是它保濕補水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像這款面霜的話 它上臉是那種折疊的質地 而且是那種沒有刺激感的 就用起來非常的安心 你們可以看到它裡面真的被我挖的空空如也 一點都不剩了 當作早霜和晚霜來說呢都是非常不錯的 像肌膚狀態不太穩定 不敢亂去用各種護膚品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款面霜 接下來呢就是妝前和格力部分 這一個YSL的黑絲段妝前和這個香提卡的格力呢 是我自己一直在回購然後一直在用的 那我就先說一下YSL的這個黑絲段妝前吧 你們可以看到這一支呢是一點都沒了 根本就解不出來 然後我又買了一支新的 這一支呢也已經快用完了 它的話是那種上臉一秒化水的質地 就非常的好推開 而且像我的皮膚的話是那種比較乾的嘛 時不時塗什麼粉底就會起皮 但是這一支妝前的話 我覺得它非常的滋潤 而且呢可以幫助我後續的底妝變得更加的服貼 但是我不得不說我覺得它用的非常的快 可能也跟我每天化妝有關係 而且像我有時候需要化濃妝的時候 它都還是非常的抗躁 然後像這一支香提卡的格力的話 其實是我在好早之前就買的它非常非常的耐用 我大概用的整整一整年 其實像它的話它是分為有色和無色的 然後我呢是買的這一個有色的 因為我覺得它這一個有色的話 可以很好的就是填充我們的毛孔 讓我們的毛孔呢看得更小一點 就有一層磨皮的效果 包括實際上臉色不均 或者容易泛紅的寶寶 你輕輕塗它一層就可以打造一個裸基的效果 但我呢是打造不了這種裸基的 我必須得上粉底 因為我自己的皮膚狀態呢不是那種特別好的 但是它加上粉底之後呢 也就是說妝感就變得特別的厚重 像如果想要買格力的寶寶 我就真的非常推薦這一個 但是它呢就是有一點小貴 但是我覺得跟它的使用時間衡量起來 我覺得它還是比較划算的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底妝部分 那麼我就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蘭蔻的持妝粉底液 這一款粉底液 真的是我夏天使用率最高的一款粉底液了 因為它的持妝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我的工作關係是需要從早上戴妝到晚上的嘛 但是我到晚上之後它這一個妝容真的是屹立不倒 就沒有那種特別嚴重的脫妝或者是卡粉的現象 包括它的整一個妝箱呢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是一個雅光霧面的妝效 就不會說讓你的整一個妝感的特別的厚重 我之前呢也有出過一個視頻 是帶它持妝兩個出門測試的一個視頻 大家看那一個視頻就知道它的持妝效果到底有多好 反正這款粉底液呢是我繼續會回購的一款粉底液了 接下去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季凡辛斯功德 你們可以看到它裡面真的一點都不剩了 不得不說它的粉質真的非常的細 你幾乎就感覺不到顆粒感 而且它的抓粉力也是真的非常的強 就很少出現非粉的一個情況 上臉的妝效呢也是非常自然的 控油效果也是非常好 它也算是我所有散粉裡面 我也非常喜歡的一款散粉之一了 接下去呢就是一些吃的東西 這一瓶奶型呢大家都應該非常熟悉的 我大概已經消滅了幾大箱了吧 我一直拿它來代替早餐 然後這個夏天我大概收了有五斤左右吧 我覺得有一些一定是它的功勞 別看它這麼小小的一瓶 但是它非常的看餓 我大概呢都是早上八九點鐘吃完它 然後到中午十二點我依然就覺得 還沒有特別餓的感覺 每天早上來不及吃飯的寶寶 或者是像上班族時間很趕的一些人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這一個代餐代戲 接下來呢就是這一個酵素 但它現在呢看著就是有點寒慘 因為它全部都被我給吃完了 它本來呢是應該像這個樣子 其實像酵素的話它並不是減肥藥 而是那個補充你體內所缺的能量 還有營養 像這個酵素的話它就是由 蔬菜和水果發酵而成的 酵素除了有減肥需求的人可以吃之外呢 容易疲勞或者是缺乏營養 就是平時不怎麼喜歡吃蔬菜水果的人 都是可以吃的 我每一次在吃飯前8個小時吃它吧 就會有一點飽腹感 而且呢也會可以幫助你的排便 除了排便之外呢 它還能夠很好的幫助你清腸排毒 讓你少長痘痘 也可以幫助你的睡眠 新香現在市場上的酵素就是五花八門 我也是從大學的時候就一直開始嘗試這個東西 吃了這麼多酵素以後 我還是覺得顆粒的會比液體方便很多 然後目前這個酵素和我之前微博上推薦我的一個酵素 是我最近的最愛 所以像這個酵素呢 我也是非常推薦的 還有一瓶養胃粉呢也是我經常在吃的 噔噔噔噔噔 因為我平時呢真是時不時就會讓自己的嘴放縱一下 再加上我的飲食也是非常的不規律 且愛點外賣 久而久之呢胃粘膜就容易受損 這一瓶呢其實是我小處理推薦給我的 說能夠很好的修復胃粘膜 然後我就被它這樣子給深深的安利了 然後到現在呢已經吃完了 吃到現在呢效果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大家切記保健品它並不是萬能的 保持合理健康飲食才是最萬能的 接下來呢就是我用到的一些比較好用的生活物品 第一個呢就是這一個美瞳 這一個牌子的美瞳真的是我用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最舒服的一款日泡美瞳 之前也是有好多寶寶讓我推薦日泡美瞳 今天我就一定要推薦這一個給你們 而且它家的顏色真的都非常的好看 自然我基本上戴它一整天下來都不會感覺到 眼睛的不適 它還是非常水潤的 像我平時出席活動如果是要一整天的話 我就會必選擇這一個美瞳 因為它戴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然後我買的這一款呢是這個 但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清 它的直徑呢是14.2 因為其實像我這種眼白比較多的人的話 14.2我覺得對於我來說呢是剛剛好的 如果再大的話就會變成那種非主流的娃娃眼 然後像我的話我都是會比較喜歡買他們家的棕色系 因為都非常好看 這個日泡美瞳我真是每一次出國必吞 已經用完了好幾副了 還有一個呢就是夏日防蚊第七 就是這一瓶 你們可以看到這一瓶全部都被我給用完了 我可能是招蚊提紙 真的每一次出門蚊子只盯我一個人 但是我朋友說蚊子都喜歡盯聰明的人 如果你們和我一樣是比較聰明 比較抓蚊子體質的寶寶 你們就可以入手這一個 但是像它這個的話就比較的大瓶 大家可以和我一樣把它裝在這個透明的小噴屋裡面 這樣子帶出門呢就比較的方便了 一瓶在手夏天無憂 終於到最後一個啦 就是這個身體乳 這個身體乳的話就是我每次洗完澡之後 必塗的一個身體乳 像皮膚乾燥或者是泛紅的地方 你持續塗它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有明顯的改善 真的超級的神奇 像一些身上最乾燥的地方 像手肘或者是腳踝 塗完它之後真的就變得滑溜溜的 而且呢它還有一個畫肌皮去角質的一個作用 真是一瓶身體乳 內含了大大的能量 雖然現在是夏天 但是我們長期待在空調房裡面 皮膚呢也是非常乾燥的 所以即使是夏天大家也不要偷懶 這一瓶身體乳我真的非常的推薦 還是我會繼續去購買的一款身體乳了 好了今天的空瓶視頻呢就結束了 我全部都已經清完了 終於可以把這些空瓶子都給扔掉了 真的我覺得東西好不好用 空瓶才是硬道理 好了今天的視頻呢就到這裡了 大家拜拜